寒冬中送了一份及时的温暖 加拿大温哥华此地志工到中国城附近的旧市军 煮热食供应给游民和低收入户 温哥华志工也在现场展开今年首度的冬令发放 其实呢这个月温哥华的旧市军仓库 大批的捐赠物品才被偷 在景气不好募捐不易的情况下 这一起偷弃案让旧市军更敢促折 此地志工在最黑暗的角落点上一盏灯 截至年底为止 此地加拿大分会和旧市军合作 每个月煮热食服务已经连续13年 累计有22,250人次的志工参与 提供的热食参数已经达到138,000份 在旧市军的厨房 长厨的炒菜的可得都要大男人才行 因为这一锅是要给700人份享用 要让味道完全渗入 就是要靠力道 再就是拼外头 不意外的下起了雪 这让志工更加紧脚步 赶快完成前置作业 因为门口前已排了一长条人楼 可不能让游民朋友动着 在等待用餐的时候 志工先正落起的是彼此的情谊 手语歌动动升起 敬思语心灵时凉 在12月的寒冬中 能享用这温暖的一餐 对餐风露宿的游民朋友是多么难得 在香味兼具又富营养的素食餐 每个人吃得口口满足 回一会儿就有人吃光光 这一餐满足了680一个游民的胃 除了延续13年的热食服务 曾经爱心礼物花棒 今年也进入第六年 从手套 扩袜子到毛衣 每一样都是为游民设想 开心接受礼物的崔伯 用情声来感恩慈禁人 也拿出了仅有的零钱 投入慈禁足口 一无所有的游民 拥有的是来自社会的关怀 一份深刻的祝福 温暖的是游民的心 大约是文林北南章 布希 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有的游民的朋友 我想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